营业时间还没到 店员拿出不同口味的可颂 放到台面才轻轻夹起来 就可以听到酥酥脆脆的声响 经过装饰的可颂 包装好个别放入纸袋里 店员从一早开始几乎没休息 为了让顾客能品尝到新鲜酥脆的可颂 等等等终于到了小茶时段 店家开始营业 外头早已经大排长龙 那这边放稍微守护消毒跟盖章 那入厂就是进入前面帮我看一下 去之哦 从制作程序到开放顾客进入挑选 层层把关一点都不马虎 每次只开放八个人进入 太晚来了就买不到 这间已身在花莲市区的神秘小店 营业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小时 每一颗可颂从揉面发小要花24小时 用料强调新鲜扎实 像是芒果口味放入一大片的果肉撒上糖粉 营业可颂使用卡士达当作基底 最后淋上好几个小时熬煮的酱汁 添加不同层次口感 其实我不知道网上评论 就是朋友讲说 蛮好吃的就过来 比方很特别 在ID上看到很多人来觉得看起来很好吃 非常好吃 所以这次特地及早来排队 原来老板持续工程师一直回到家乡 接手爸爸的民宿 无奈遇到疫情被迫歇业 又加上老板娘兴趣是烘焙 大家才决定把兴趣变成工作 转换过程中走访南北不同的甜点店 吸取经验 今天我们如果需要在香蕾里面开店的话 那锁定的课程是比较年轻的族群 给这群客人喜欢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比较特别的产品 像说就是我们的可颂 它经过我们的后续的装饰以后 变得像甜点的样子 从开幕至今每到下午茶时段 店外总是大排长龙 也成为游客必买伴手礼制衣 TB新闻高志豪王思纯花莲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先没事的 优优独播剧一لك 谢谢观看